就是我看電影有很多人在牆壁上跑來跑去 我覺得很帥 電視媒體以及網路平台上 經常出現高難度的跑酷影片 在高樓間跑跳的樣子看了十分驚險 但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另外台灣在跑酷方面似乎沒有制定相關規範 這中間是否存在灰色地帶 在新聞媒體上媒體曝光或是電影廣告等等 他們希望曾經的跑酷當然是有爆點有畫面 那他們就是很少去拍到我們的基礎練習 跟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大家一般的民眾看到的跑酷的樣子 就是覺得是跟機器運動畫得很好或者是危險的 目前據我所知 台灣是沒有太多的相關法律跟這些限制 不過有些地方它依然會有一些禁止跨越 禁止攀爬 禁止什麼什麼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剛好在蒙古地台 就是並不是特別禁止跑酷 但是它進行那些運作這樣子 跑酷的原型其實是一套體能訓練的方式 由法國一位海軍軍官喬治伊伯爾 在受到非洲土著的影響後所編列出來 用來訓練軍隊以及消防隊 後來經過一群法國青年的宣揚 1980年代晚期 跑酷在巴黎成交成行 被認為是一個適應環境的活動 也是與環境的一種互動方式 我介紹最基本的就是精準跳 還有貓抓 我們就英文就說arm jump 爬牆壁 跨越障礙 這四個就是最基本 還有跑的 所以這五個就是最基本的 他們有基本的跟極限的 比如說精準跳 精準跳有就是你站著 你從A連跳到B點 還有二樓三樓四樓十幾樓 精準跳 一樣的動作 距離一樣 但是這個比較危險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做得很完整 高難度的動作 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練習 那當然對新手來說 也會有適合新手的挑戰 那這些挑戰其實都是循序漸進的 那在跑酷裡面我們會希望說 就是你找到適合你自己的 不要超越自己的難度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到一些 很高難度或是很驚險的動作 其實都是經過他們在螢幕後面 非常多的練習 他們練了不知道幾次 然後最後才排出成功的那一次 在台灣 跑酷似乎還不盛行 但未來跑酷究竟會不會在台灣 逐漸興盛 最後成為一項全民運動呢 我覺得跑酷聽起來還蠻刺激的啦 所以會造成很多人有既定意向會說 它是很危險的 然後很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它比較屬於刺文化的東西 在台灣比較沒辦法接受 台灣比較流行主流的東西 刺文化的東西都是年輕人在玩的 那一長輩的人就會認為 這個東西不好 這個東西危險 我希望 跑酷未來可以變成流行的運動 就是像英國 英國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 就是說跑酷是一個正確的運動 你去上學你可以去學跑酷 所以我希望台灣可以把這個 就是變成流行一樣的 就是你要去玩滑板 你要去踢足球還是籃球 跑酷也是另外可以選擇 我覺得這個算是我大的目標 我們是相對保守的 我們的文化視安全為第一要務 就是我們很習慣強調安全 出門要小心這樣子 那在這個文化的影響上面 我們當然會從事這種有危險性的運動 我們會就是天生的有一點排斥 可能在許多人眼中 跑酷就只是一項運動 但對於跑酷者來說 它不只是運動而已 更是有另外一層的核心理念 一開始看跑酷你會覺得 它是一種一般的極性運動 但是其實它比較深一點 因為你在做動作 你還是要多相信你自己 然後訓練也是有個幫助 但是你比如說你要從A到B點 那你怎麼過去呢 那如果你不夠強還是量不夠大 你怎麼辦 你要找辦法解決 那這種的方法會影響到你生活的 decision 比如說你在跟人家溝通 不管是你媽媽爸爸家人 還是你的女朋友男朋友 還是你的員工 一樣的方法就是OK 我沒有一個問題 那我們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用什麼最有效率的方式把它解決 對我自己來說 我完成這些挑戰 那我會增加我的自信 會覺得說其實我可以 我可能比我想的還厲害一點 還好一點 那小朋友我也有看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他們會有時候會害怕 但是其實他的能力都很好 都夠 那他們會害怕覺得我不行 那我們教練就會鼓勵他去試試看 那只要是在安全的環境下 教練都會讓他盡量嘗試這樣子 那成功的小朋友可以看到他臉上 就會很開心 因為他做到 你一定可以看 你去看